欢迎您来到TVBS哨康战情事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 川普已经在四个多小时之前 也就是台北时间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美东时间的凌晨两点半自行宣布当审了 尽管现在还有一些选票没有开出来 不过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当选门槛 270张选举人票 川普已经拿下了277张 所以川普确定可以回国白宫 而在国会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参议院变天了 而在众议院的部分 共和党也领先了民主党 可以说这一次共和党是完全胜利全胜 民主党非常惨 那未来川普领导的美国 会为我们台湾或者是全球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六位来宾一起来讨论 首先是前立委高嘉宇 立法委员黄国昌 资深媒体人尹乃金 前立委林玉芳 立法委员柯正恩 以及柯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印超 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川普在今天凌晨 当地时间美东两点半凌晨 他体力非常好 立刻发表了他的圣选感言 我们来听听看 We made history for a reason tonight And the reason is going to be just that We overcame obstacles 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 So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body I will not rest until we have delivered the strong, safe and prosperous America T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is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好 你看到这一次川普是大获全胜 不仅是在选举人票部分 在普选票其实 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讯息 看到的数字 他也赢过贺锦丽 所以选前的这个民调 大家看起来有一点失准了 其实连续三届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民调 看起来都不是这么的准确 而目前选举人票川普是以277票 对上这个贺锦丽的226票 打败了贺锦丽入主白宫 因为看起来贺锦丽不可能 不可能再翻转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这一次的川普比起上一次他当选这个白宫主人 美国总统 他看起来比较谦虚那么一点点 他说选后他会帮助美国愈合 把分裂的美国给缝合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志得意满 在这个佛罗里达州跟着他的太太 他的家人站在舞台上 很多人说这是惊奇啊 因为他再次回到了白宫 对啊这次我想 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都跌破眼睛 所以每天我们有很多人 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在观看美国的大选 然后这个觉得实在是 变化真的是很大 你看这个贺锦丽到这个以前 但是到了十月这个初过了以后 就开始下坠 然后到最后好像又有点拉起来的样子 所以认为说最后可能贺锦丽 你还是有希望 但是没有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有太多的议题啊 妇女的堕胎的问题 还有这个少数族裔的问题 包括波多里各是漂浮了垃圾倒 之类的问题 让我们眼花缭乱 其实从头到尾 我们现在时候冷静的想一想 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经济 美国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 没有四年制的大学文凭 这些人他们的工作的报酬 他们每个月的薪水 坦白讲是够低的了 而且这从疫情之后的对美国经济的伤害 并没有完全恢复 然后通过膨胀的虽然冷却了一点 可是很高 鸡蛋一打的鸡蛋啊 这一阵子足足涨了一百大概一十六倍 一百一十六倍 美国的鸡蛋 美国一打鸡蛋的价钱 涨了大概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倍 所以这些家庭主妇怎么会呢 因为我们本来看到最后最接近的民调是说 全国的选举或是爱欧华州 常常我们被最近被举出来的选举 婦女的票贺锦丽是遥遥领先川普 那男生男人的票川普是领先 但领先幅度不大 两者加起来 最后的结果是贺锦丽赢了川普 百分之六的这样一个选票 那最后结果却是这样 然后你看到爱尔华 那家的机构 民意调查这个机构 是非常受尊敬的 而且没有政党色彩的 所以机构效益的可能性并不高 他做出来的民调里面 最后就是贺锦丽赢了川普三个百分点 然后呢取样的正负的 就是误差值是百分之三 结果最后是怎么样 是在爱尔华州 川普足足赢了贺锦丽 十一个百分点 这个也未免误差的太可怕了 而且七个摇摆州 川普全拿 所以我还是一计划就是说 这个就是美国人大概被这几年来的经济的下坠 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当然如果还要讲的话 有些小处主义 譬如说我们现在出口民调就显示 拉丁裔的人跟黑人对川普的支持度到达空前 其实过去川普一共选了三次 在第一次第二次的黑人的得票 跟拉丁裔的得票就已经增加了 当时民主党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危险 就这一次更是大幅的增加 我认为大概原因 原因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少数主义啊 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比较低 他们的这个起点啊 在人生的起点 白就比较的对他们不利 所以他们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这些人忘掉他们的肤色 忘掉他们当移民 跟这个民主党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们决定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 然后他们去投川普 当然如果要讲说阿拉伯一的人 因为阿拉伯一的人其实也不少 譬如说在这个密西根州 他们就大概有五十五万人 波多黎克人哦 光是波多黎克人 可是你这次 我讲错了 就大概在密西根州 大概有五十万人以上的阿拉伯一的美国人 这次拜登的对中东的政策 没完全是输家 贴贺锦利 惹来太大的麻烦 第一个以色列没有感谢他 犹太人说美国人 犹太人说你常常对以色列匕首画脚了 一下又说我炸弹不送给你了 一说又逼你说一定要停火 所以犹太人这次对美对他长期的盟友 民主党的支持度也降了非常多 那阿拉伯一的更不用 更不用讲了 他们非常的生气 每天打开电视去看 加炸走人 又死了多少小孩 又死了多少富人 多少房子又被摧毁 然后延伸到黎巴伦去 你认为这样生气的人 对拜登极端不满 认为你是包庇以色列的人 你认为只有阿拉伯一的人吗 请问你信回教的马来西亚人 穆斯林 印尼人 还有这么多的这个中东地区的 其他的搬到美国的那些那些人呢 那些人看得下去吗 还有很多的年轻人 大学校园里面不住出来 痛骂拜登的这个中东政策 这些年轻人 这次听说手头组大概有五百万 还是六百万 我们不晓得这些人听说有很多这次投票 没有投给这个贺锦丽 很重要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因为 这些出投票的这些大学生毕业生 他们对中东政策 对拜登的中东政策 是非常不满的 拜登的执政成果 某种程度真的是反映给贺锦丽 贺锦丽在这一次的选举 可以说是大获全败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输得更多 像是摇摆州在选前 我们不断的讨论到 各家民调都说五五波啊 两边咬得很紧啊 可是票一开出来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七个摇摆州 全部川普拿下去 他全部拿走了 这三个摇摆州 前面三个乔治亚 北卡还有宾州啊 是已经这个开票完成的 通通都是川普胜 后面这四个州也一样 川普领先 现在其实只剩下一个州 还没有完完全全开出来 看起来民调 没有这么的反应现实 那外媒有很多的 这个媒体都说 这是不可思议的回归 因为川普他当选过 美国总统第四十五届 这一次是第四十七届 另外我们看到贺锦丽的部分 那当然你可以想象 整个民主党的气氛 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贺锦丽本人没有出现 她说不出来发言 那支持者看起来也是 信心全无了 现在已经完全这个低迷了 我觉得贺锦丽这个时候 她获得这么多的这个金主 还有所有的那个superstar 帮她在站台 她这样的一个结果 她不出来 我觉得真是有失民主的风度 也难怪她在副总统的任务当中 其实你不要看她是女性 其实女性还有包括一些印度裔的 她自己的血统里面 是对她其实也充满了 非常多的不满 刚刚御方兄 她也分析了非常多 完全的赞同 大概是来自于一个经济 绝对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今年这个六月的时候 在美国在七八月 在美国的时候四个人出去吃个披萨 我还没有进到餐厅里面去 我就在街上吃 加上税 也不过就要花我一百八十块美金 好不好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哪一周啊 加州好不好 在加州 所以你看就是一个很活生 是那个例子 你谁动不动 你的税就给你加到二十趴 二十五趴 里面包括service charge 包括这些waiter的 waitress的这个东西放进去 所以连我这样短短去停留 我都觉得不能忍受 更何况在地的一个居民 所以经济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特朗普我觉得他很大的一个 一个部分里面 他的煽动力 特别是一个白种男性 低层次的这些劳工阶级 因为整个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当中 外移的工业 工商业非常多 所以这些低层次的 比较我是说这个社会 这个劳工阶级的人 他们完全能够希望有一个救世主 能够让他们从这个底层里面来翻新 那特朗普刚好就填补了 跟他过去上一次第四十五任 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模式 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所谓非法移民 美国为这个统计来说 大概有一千万的非法移民是在美国 过去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希望能够有个普世 让很多人能够在美国 有一个greater american dream 可是当你这么多的移民过来时候 会让很多人当地会有很大的一个剥夺感 而这些非法的移民当中 拜登还有包括贺锦丽 他在任何的访谈当中 他都没有办法提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甚至他闪躲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说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非法移民 还有包括太多太多美国人希望透过Trump 能够再对于国际这个总教练的一个角色 对于这个恶务战争这个角色当中 你会能够脱离 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好 所以今天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吗 甚于这个比贺锦丽更伤心的男人 就是泽伦斯基 因为他都很清楚 未来他可得到的support 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还有来观察 不过贺锦丽他的败选的因素大概还有包括META的一个成功 把这个整个的内卷回到美国的一个内政的问题 我想都是造成贺锦丽全面溃败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吧 是川普确定重回白宫了 未来他对乌克兰战争 对于这个中东的战争 还有台海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政策的改变和影响 赞和大家的内卷回答 还有这一天 非常感兴趣 对于这个与大家的内却 对于这个中国的内卷回答 对于这个内卷回答 尤其不少 分装 不少